周三,伊朗总统鲁哈尼称特朗普政府心怀抱负,具有犯罪性 但是在当选总统拜登的领导下,伊朗可以看到未来的变化 鲁哈尼在德黑兰总统府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道 特朗普希望在他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时,所有国家都会跟随他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,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 拜登承诺,如果伊朗也恢复遵守协定,美国将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 但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表示,这件事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因为这两个互不信任的对手都希望对方能做出更多的承诺 在与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达成的协议中 伊朗同意限制其核项目,以换取解除制裁 在2018年,特朗普总统退出并开始加大对德黑兰的单边制裁后 伊朗开始违反核协议 伊朗协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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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朗协议